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我就在二宝 其实今天我就没意思来采访二宝的美食 事关都采访了这么多集 反而今天我是来喝我外母的瘦酒 既然来到二宝了 那就顺便采访他们的美食 每年我的外母做生日 我的大寇多数都是选海外天酒家 反而今次就选了 恩怡港的民众酒家 兽康她说海外天都吃到严了 其实二十五年前 我们都时常来干顾民众 可能觉得海外天是吃香点吧 话说民众的餐牌都不错 尤其是他们的虾鹿 原本民众就在巴星开始 现在都成功到开了很多间分店了 据称她的老板 还是亲自下厨做他们的招牌虾 我的大寇就点几个招牌菜 第一道菜就是蟹羹 因为现在都没有人吃鱼翅羹了 味道还好 好舍得到蟹羹 第二道菜就是鱼豬 这个鱼豬是比一般更好吃 首先它的皮是更脆的 而且里头有放糯米 香口很多 第三道菜就是清蒸兜底仓 原本我们是想叫蟹羹 但是就被人订了 这条兜底仓真是不错 很新鲜 又不会腥 来到我们的主角 干煎大头虾 不是夸张 这个煎虾鹿真是没得顶 它很野味 只是它的汁 都可以拿来拌饭吃一餐 下来的菜 当然是不少得瘦面 虽然我个爱母的售酒 只是请几个亲戚朋友 但是今年 她的庆祝是特别悦闹 事关她的大儿子和媳妇 因为疫情隔了四年 现在终于从澳洲回来 他们这么久没有回来 真是好怀怜二宝的矿物 当然在雪梨什么都可以卖得到 但是就没有二宝那么便宜 而且 这里的售货园是亲切点 最低限度 可以用广东话来讨价还价 不用说 回到二宝 就要去旧街场四周围逛下 顺便找些街堂美食来拆下 讲到酒楼 二宝真的一点都不差 这里有几间老字号 举例得记 海外天 新利口福 和东海鱼翅酒家等等 话说二宝人是好色欣赏 生活中更美好的事情 历史有记载 在1820年 二宝只是一个村 自从英国人从19世纪 在近打谷开彩石炕墙 就请了很多中国的抗工 那二宝就变了更加突出 在1877年 英国政府就帮二宝起河 可惜在1892年 一场大火就将它燒为平地 之后英国政府就从长计议 建立一些有五尺棋楼的店屋 即是我们今天所见的二宝旧街场 当时二宝就成为马来亚第二大的城市 今天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特出的英国建筑物 举例二宝的火车站 大会堂 Bridge大中楼 和St Michael's学院等等 说起来 英国政府是为马来亚的教育很大的贡献 从1896年 二宝第一间英文学校ACS就成立 跟着就是St Michael's学院 它都是属于马来亚第一间学校 有用防火的设施来建 在1907年Convent of the Holy Jesus 就在Jalan-Soudan-Idrisha成立 这间天主教学校 就是给一些法国的修女举办 这间学校就厉害了 到今天 它就成为马来亚 声望最高的学校 讲到Jalan-Soudan-Idrisha 以前它叫做Bruster Road 你知道我们的政府多无文化 很多街场历史悠久的路名都改了 最明显就是邱罗街 刚巧我们今天要采访这间 唯一Convent 学校边园的188美食中心 这间食堂都不属于很大 但是都有几档很有水平的美食 这个美食堂的营业时间 是从早上7点半至下午4点 今天我不是来采访了这里的档口 只是选五个最突出的档口 希望我的介绍不会令你失望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就给个like 分享一下 如果未曾订阅 就麻烦你订阅 多谢你 第一间美食我要介绍的就是 杰姬传统饼家 这里你所见的饼 全部都是这位档主阿杰亲自做的 这位档主只是在这里经营了五个多月 但是他就跟了吉隆坡的鳳凰饼家打工 有几十年了 我听一位顾客说 他特意从昆龙喇叭 跟到来这里买他们的招牌咖喇叭 这位档主的太太说 以前他们有在 古能拉巴摆过档 现在我就要等他们 新鲜出炉的盒桃酥 和鸡蛋糕 不是车太炮 这个盒桃酥 是我在鱼堡吃过最正的一块 我有一些好消息告诉你 如果你吃不到全方的咖喱面 就要来一百百美食中心 这档海南咖喱面 这位圣角的档主 和全方圆店主是兄妹 其实以前全方在猜馆对面的时候 各女士都有跟他们打过工 怪不得他们两个口味是一模一样 好笑的就是 我吃了这个没有椰浆的咖喱面这么久 都不知道 原来它是一个海南口味来的 原本这位档主 在乌尼美食中心摆档 但是那里的新管理 要所有档口开到夜晚 为着不想做这么长的时间 各女士就搬来这里 这个咖喱面不但很好吃 它的价钱还是便宜些 没有加料是七够一碗 除了鸡丝河粉 而补最出品的美食就是猪肠粉 不过不是港式的猪肠粉 而是红酱猪肠粉 那为什么我要采访这档 属于是港式的猪肠粉呢 据称 这个肠粉是维州的传统口味 今天我就没有机会遇到 他们大陆的当主 但是这位员工 虾的肠粉来试一下 没错 这个肠粉是很滑 但是味道就没什么特别了 如果你喜欢吃奶粉 你就有口福 吃到这里有一档毛鞭奶粉 如果你有收看我那集 毛鞭的美食介绍 就知道这个食物 是有包括其他洋料 换句话来说 这碗奶粉是各种的 料是另外一家 这位当主周先生 都在这里经营了有15年 她的老婆 儿子和媳妇都有出来帮忙 当主说 每档毛鞭的奶粉 都是自己做奶粉 他们都不例外 他说这里的羊料 都是用黄尾鱼来打的 吃过这碗奶粉 觉得它真的很滑 吃到芝麻很香 可惜那些羊料 就一样 我们来到这档罗贼 它不是巴西摩罗贼 而是华人罗贼 无论是什么罗贼 都是适合我吃 吃过我是很喜欢吃甜的 这档东西 都有提供很多美食 举例 鱿鱼翁菜 阿森勒沙 士堪 和猪肠粉等等 这位当主王小姐 五年前 再接手 他已故父亲的档口 话说 除了在KL 我都没有正式 在其他城市 吃到正的罗贼 希望这档罗贼 会给一个惊喜 我吃过这个罗贼 之后 觉得它还好 虽然没有KL那些 那么好吃 但是 都好过一般二宝的内宅 一般我来到二宝 就过去 斌鱼港的饼厂 买花生糖 或在大英国 可惜今天是中秋节 两家饼厂都没开 那我就随便过去中忌 不是来采访他们 事关我两年前 都有介绍过他们了 反而是来喝他们的鹅九冰 顺便来打包些羊料 拿来做今晚的菜 今天 中忌的生意 是好到爆了盘 排队 都要排到出马路 幸好 很快就轮到我们 据称 有很多档羊料 认亲认戚 说他们是中忌的分店 但是中忌是说明 没有分店 以前 他们的羊料一件是一元 现在都起到追衣了 不过都算是合理 其实昆鱼港新村 都有很多食物 除了中忌炸料 这里都有得记的萧鱼 炸No.4便于里妈的猪肠粉 新宝宝的潮州蒸鱼 和永发小丑饭店的鸡丝河粉 如果你还记得 我有说过 这档东西一超过九点半 就卖光了 刚好我们今早早 想吃鸡丝河粉 迟了少少 九点 才说到 幸好 还给我们据到 最后五碗鸡丝河粉 但是就要等五十分钟 我是很欣赏二宝人 他们真是很有耐性 吃什么都可以等餐 我们等到有点不耐烦 那就想据其他东西顶住人 我的大扣就建议我们试这里的炒鸡丝 我就马上走出去据番茄 这档炒鸡丝应该是有水平 事关影后杨子琴 都有过来吃他的 来自槟城这位当主 Uncle Joe 在这里都经营了十年 这位以前Senservis的学生说 他们的炒鸡丝是属于 七十年代的奔城口味 是有落生蚝的 这个炒鸡丝是我吃过最多获器的一碟 那都未算 当主重私人省碟牛肉河给我们 这个牛肉河肯定好吃过一般 事关它又有落九层塔 野味好多 想不到在这个新村 都吃到这么正的炒粉 没得顶 每次我来宜宝 都是要吃过Michelle的煮粉 折金原番茄鱼 这个这么有水平的美食 当然我两年前 都有为她做个介绍 只不过我觉得 要介绍多一次给我的观众 没有让他们走保 每次我来这里吃东西 就看到这位店主Michelle 一份一份订单 亲自下手做的 说你都不信 这位店主说 她是没有受过 恰当的烹饪训练 她说以前她的家是很穷 住在宾渝港新村 她成为兄弟姊妹最大 就要斩柴 煮饭 和担水 我问店主 她是不是有特殊的功能 为什么煮什么都是这么好吃 她很坦白和我说 要做成功的美食 不是凭奇迹 而是凭新鲜的材料 和不可以省工减料的精神 这个要求也不艰难 但是为什么 外面的纸粉 永远没有它那么好吃 外面的纸粉 永远没有它那么好吃